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沖山小要衝去哪裡呢 帶各位來去出發 我們今天要到司馬庫斯 上帝的部落 黑暗的部落 司馬庫斯 期待今天晚上的這個活動 好 我們出發 免疫沖山小屋 GO 裝備齊全了沒有 有人 提交趕下一次是有問題 先給先給Amy 收工回答 看起來路況有一些些塞 等一下那個是不是就直接 先上物資 物資裝備上了以後 到集合點了以後再加油 OK 到休息站在講 現在在我們這個 林口的文化一路 我們現在要出發之前呢 我女兒Amy要到她的公司 來準備一下裝備 她們昨天晚上準備好 今天要上車 那這裡呢 沒事我來這裡 我都很興奮 氣氛非常好 這叫洛特 洛特局 現在陪她先來把裝備上車 我們往路地去出發 技術不錯喔 哇 今天等於是來開箱洛特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有沒有流口水 有沒有流口水 這樣的 這樣的職場真是 太棒了 哇 這箱子超屌的 超酷的 行李箱 裡面都是 看到冷凍的高湯 好像要煮火鍋 大公告成出發 GO GO Lubicon Lubicon 這個是 敞篷的Lubicon 這是麥克的車子 啊 這個是 我的第一部局部車 就是藍哥 就是JIP 那時候 沒有這麼好的條件 400 500 喔 這福特的F150 帥 舒坦啦 大隊長 欸 舒坦啦 小心啊 不要把我車搞壞了 好 等一下給民意開 我很好好照顧你的車子 要不要把我的車照顧 山上就還你 你給我舒坦一下 你看我們家老婆在旁邊 假裝沒聽到 哎呀 哈哈 假裝不禮就對了 大隊長 欸 舒不舒坦啊 舒坦 太舒坦了 哈哈哈哈 你看 他開小萌車多帥 你看今天 今天心情愉快吧 開心 哇 你看 沖到山上去 撞三小 哈哈哈哈 內行內行內行 哇 好可愛喔 波波你的車好漂亮 謝謝 顏色配得真好 Amy Amy 心情怎麼樣啊 心情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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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然後我們要公網出發 好 哈囉 打個招呼 要出發了 要出發了 好 我們現在在等 麥可 麥可在買這個 在等你呢 不是在等我 他們在等 OK 他們去買高麗菜 好 現在上車 我們就出發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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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在我們這個上帝的部落 黑色部落 司馬庫斯 那我們剛剛也移動了一下 我們的這個帶來的基地上 然後也拍了幾張照片以後 現在已經三點半 因為山上天黑很快 就我所判斷大概 我看了我的手錶上面顯示是 5點06分會太陽下山 所以說一個半小時 等於我們只有95分鐘可以走 所以我想要趕快出發 我們要去看一下密切 然後就趕快回來 今天我們家Amy 我們家女兒在前面那台Rubicon車上 被五花大綁保在後面 因為她當攝影師 她要拍我正面的畫面 很辛苦 那我們希望拍一個有感覺的影片給大家 大家如果覺得有感覺 不要等到看完 現在就可以訂閱 可以分享 可以按讚 開啟小鈴鐺 OK 我們就要出發 GO 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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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明依哥 明依哥明義中山小 今天來到了我們司馬庫斯 看到這些帥哥 這些這麼漂亮的車子 你看 哎呀 結果到這邊 人氣最忘了是這兩輪 平衡車 那我們剛剛呢 本來我們要到這個 道隊長他們已經先來探勘了 要帶我們去一個秘境 那個秘境之後我們幾乎是有辦法下去 可是到了下面了以後 他管制是4.20才開放下山 那我們的GAMI的手錶顯示是 5.06太陽下山 4.20我們開始往下走的話 我們只有40分鐘 下去就上不來了 天黑這個很麻煩 而且放下去他應該 我們要再上來會碰到會車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就先回來營地 晚上才是重頭戲 那留得青山再不怕沒柴燒啦 剛剛我唸了一下 我們那個大隊長說是好詩啊 我唸了二分之一啊 他應該是 起雙日日見青山 青山糟糟不改言 我問青山何時佬 青山問我幾時閒 這是我的心情 好詩 好啊 好啊 好就要喝一杯 好 剛喝一杯 為什麼我爪不過來 爪不過來 爪不過來 好 我們家老婆你看 到大自然還在手機煮 還在手機煮 好輕鬆喔 有啊 喔 好不好吃 我要吃一個 看一下 看一下看我的手 嗨 嗨 好 嗯 這十針 好 穿過來 再穿 再穿 好 這裡 這裡 這就是門 我聞一下 嗯 真的 有味道 有 哈哈 他是一個 剛剛一打開幾座 對 哈囉 我是明依哥 明依哥現在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等一下那邊有更漂亮的 更漂亮的一個用餐的環境 這邊呢 就請的環境來看一下 這個麥克在後面裝鬼臉 哈哈哈哈 你的臉都是黑的 沒關係 我要讓你知道 因為我們 沒關係 我們現在進去裡面就亮了好不好 野外用的雙人床 野外用的雙人床 而且設計非常的人性化 它可以加高 加高以後 如果降低的話 可以把它翻過去 翻過去變成椅子的靠背 那這個我們當兵有個規矩 因為下部不用爬上爬下 下部一定是學長睡 上部是學弟睡 那我們大隊長 他是隊長 所以他睡下部 以示尊重 那我是 他的隊員 所以我要睡上部 我們 隊員先上 不要感染到學長 對 哇舒坦喔 舒服 喔 舒服 唉唷 鏡頭可以移過來這邊 唉唷 享受啊 人生啊 看到沒有 對 哇 我們的迷你哥 有沒有舒坦 你看我們真的 我的身高 完完全全 舒坦啊 它的最大的好處是什麼 它不會有水氣 欸對 它下面離開裡面 真的 就是行軍床 而且底下的可以放上面的按摩 哈哈哈 你看按摩囉 讚啊 大家很流行說 不買房 要買露營車 你看我們一個帳篷 這上下部 多好 革命情感 沒錯 那學弟要讓學長先出來 不然被他踩到學長 好啊 對對對 我們大隊長 哇 太帥太帥 喔 太舒坦了 太棒了 成功成功 好隔壁帳要不要順便一起介紹 好隔壁帳 來來來來來 我們那叫麥可 他不是名牌控 但是他要求很嚴格 他要求到最好的 品質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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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 你看 空妹的那個椅子 Snow Pit的桌子 然後呢 這個 欸日本的 軟爐 好不好 等一下再去介紹他的餐盤 等一下晚上我們就在這邊用餐 我也還沒看到他的食品 你看我們這個鍋子都是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透明的 裡面煮的狀況都可以看得到 然後新鮮的食材你看 這個都是 Coleman的這個 看到沒有 整煮的 跟我們家的也是一樣的 看到沒有 烤盤 然後我們的食材呢 更是誇張 等一下可以看到食材更是誇張 這個 整個食材在冰箱裡面 這個是 法式的麵包 用可以烤的 那個手工餅乾 好 我現在帶各位來看一下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現在我們現在在這個 帳篷裡面 區分多好 吃美食 喝美酒 跟好朋友這樣 你看 大家以後要跟的話很簡單 這個 賣兩台就可以跟 哈哈 才跟得到 才有權利 他跟得到 對 AEB的話 就每次都能跟 AEB那 每次都能跟 有錢買不到 這個 大隊長我們龍哥 我們麥可 他 這 看到沒有 這麼好吃的料 有沒有看到 好吃的不像話 好吃的不像話 高兩九 高兩九 來 53年 93年 93年 感謝你哥 衝三角 海拔自從 衝三角拍一集以後 出去野外 人家認識他叫鬼咖 以後看到 我們就知道 龍哥跟大隊長 都有喝58度 但是麥可他都喝 偷偷喝可樂 哈哈 還有人喝牛奶 哈哈 哇舒坦 大家也很好奇 什麼叫舒坦 大隊長酒 這一下 什麼叫舒坦 就是那個 將軍 老爸將軍 對不對 喝了一口烈酒 超過 爽快的程度 就變成 舒坦 這樣子 那種感覺 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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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坦一下 弄一下弄一下 弄一下 夫婦何求 對 夫婦何求 舒坦 老友 老伴 老酒 對不對 然後大家好朋友這樣 坐好 我們應該還有這個湯底 哈 真的 明依哥 沖山小 對 沖山小 對 沖山小 是蠟仔還是蛤蠟 蛤蠟 蛤蠟比較大 蛤蠟比較大 蛤蠟嘛 蛤蠟是蠟 蛤蠟 蛤蠟 不是蛤蠟 奶油 蛤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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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明依哥在帳篷裡面 我特別要拍一個畫面給大家看 我出來 我出來 歐兜活動那麼多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的烤肉方式 而且很特殊 那讓大家來看一下 第一次看到 我把鏡頭轉過來 看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麻煩我們最佳男主角 介紹一下介紹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玫瑰鹽板烤肉 玫瑰鹽板烤肉 烤肉不用灑佐料或是調味 只要上面烤就有點 剛明義哥有吃啊 感覺怎麼樣 好吃 配麵包還有菜啊 應該還蠻好吃的 歐洲的那個山上瓜 就是那個中亞不知道什麼國家 我會很忘 它是很多那個玫瑰鹽的 那個荒物層 我辦公室有玫瑰鹽燈 它是燈 對對對 可是我不知道它可以烤肉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整塊都是玫瑰鹽 而且它整塊放到火上面燒 那這樣倒熱以後 倒熱以後 它烤的這個肉呢 根本不用再撒什麼海鹽 玫瑰鹽 本身肉上面就有鹹分 放久一點就鹹一點 放快一點就不會那麼鹹 我剛才有吃醃真的很好吃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我們這個男主角讓我大開眼界 啊 你知道我們現在在錄什麼節目嗎 明日送三角 明日送三角 哈哈哈哈 你看 我們女主人比較有概念 我有看 他們兩位小朋友很可愛 在外面那邊 好我去開拍一下 好我來拍一下兩位小朋友 他在我們的帳篷裡面 我們的雙人 看到沒有兩位小朋友 跟鏡頭say hello 哈囉 你看我們上下鋪 兩位小朋友已經吃完了 在這邊已經上床睡覺了 好 好我們的暖爐 晚上睡這邊 暖爐太舒服 真舒服喔 小心不能摸喔 手不能摸喔 好 這個我們的營火呢 本來用碳金 那 洛特說不行 要用木材 看一下 看一下 我們本來是小小的 瀑火台 現在看到這個變成大大的 螢火 慢慢描述一下 你心疼你的愛犬 最後是什麼壽終正寢的 我們家那隻老狗 就還是觸男喔 十三年 喔 那有一天 那個外老幫他洗澡 洗完以後放在門口曬太陽 做做日光浴 結果 就不會動了 然後打電話給我 想說那隻狗怎麼了 但是先生 你的狗硬掉了 變標本了 什麼狗 什麼狗 土狗 陽春土狗 陽春土狗 唉唷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 先生 你的狗硬掉了 你看到這隻狗狗 你看 嘿 哈囉 哈囉 看一下 生肉 你看 來來來還有 這邊 一人一片 一人一片 欸 這隻有 這隻會咬走 這隻會咬走 看 白大有 沒有 好 來 白大有 有 等一下你拿拼拼 好 大家早安 明依哥在這邊 好 準備好 一早起床以後 我們要離開營區 一早的這個溫度很舒服 很舒服 我們就是朝我們的目標 要回去家裡面洗個澡 然後要趕今天的行程 雖然說每次出門都是這樣子的 來衝衝去衝衝 一早就趕回去 但是 一個晚上放鬆 很舒服 心情也很愉悅 這是我們昨天晚上住的木屋 還不錯 很乾淨 讓大家來看看我們現在的早上的環境 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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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帥哥老闆還有我們的麥可 還有我們的問獎 早 早 你說叫什麼林道那邊 大陸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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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林縣那邊 左中林縣 那邊是 他就在林縣 我們帥哥老闆娘說 這個帥哥老闆跟老闆娘說 下次要把高麗菜田收了以後 讓我們騎捕車進去壓 當作耕雲機 還要灑水 然後去把它 去把它吞一吞 大雄 大雄 他們三個 在這裡多幸福啊 司馬庫斯 為什麼叫這個 上帝的部落 因為他幾乎已經在最高山 最高的地方 同時 叫黑暗部落的原因 我們這才體會到 因為這邊的電 全部是靠發電機發電的 他並沒有台電送 送電送到這山上來 那也是因為如此 所以在11點半的時候 會全部的電影會被切掉 很貼心的呢 就會在每個房間 都有一個燈條 那上廁所啦 什麼啦 就有燈條 那這個狀況是蠻特殊的 所以這邊的人 大概沒有什麼夜生活 之外 那我們這邊這個 手機沒電再充電 不管 還是洗澡洗衣半 不管 時間到了 他電影就會斷掉 我覺得這蠻有意思的 不過 親近大自然 就是應該要感受 這種大自然的風 這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蠻好的 那 大概時間上面 有點急措 所以我們要趕回去 然後 這個 我們也了解了一下 有一條秘境可以走 下次有機會的話 我們去走秘境 明哥 這個 明義聰山祥呢 大致上今天的 這個 司馬庫斯 之行 到今天 那原則上告一段落 我們現在要離開部落了 下去是一路平安 這個 一個鋼燒在這裡 感覺很棒 你看我們五年級的小朋友 很棒 會做生意 會做生意的 你看他的高麗菜 然後他說他12月幾號要比賽 弟弟來 弟弟來 快點 你講一下 這鏡頭 12月10號什麼全國比賽 去哪裡比賽 去哪裡比賽 12月4號 看鏡頭 看鏡頭 然後來 轉過來這邊 光線在這裡 轉過來 這樣子才有巨星的感覺 好來 巨星喔 好來 你說幾號 12月4號 去哪裡比賽 台北第一轉 真的喔 那你是學校代表隊就對了 是 這麼厲害喔 要去到台北比賽喔 整個 整個 田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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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徑跟籃球 你看 小朋友在大自然這樣 馬路就是他的籃球場 哇靠 你看 他這個這麼小 會幫忙做生意喔 很厲害 不過我剛才跟他講 小學五年級 我說九九成法要背 他剛才算式是這樣子 我們買了這個 總共是 六百七十塊 然後 給他一千塊 他的算式是說 四百塊 減掉七十塊是多少 他的算法不是說 我們用一千下去算 他把六百先扣掉 然後應該找四百 四百再扣七十 應該找多少 然後他想了一下 找多少 三百三 三百三 所以這個他的算式不一樣 不過答案是一樣的 開始來囉 你看他在馬路上練運球 小心喔 小心喔 OK 很棒 這個原住民的孩子 很優秀 頭腦好 音樂的天分好 羽翼的頂子好 所以我常在講 國家要這個 不是給補助 國家要給更多的基金 幫助他們 成就他們 你看我們奧運的選手 拿到金銀牌的 金銀銅牌的 原住民有多少 所以我在議會常在講 我說原住民要的 不是給予他施捨的補助 要的是給予他尊重 還有輔導 然後給他舞牌 那他們呢 這個天賦 歌喉啦 藝術啦 體育啦 都是老天賦 與他們最天生的 這個優異的場才 所以我們這個漢人 也要多跟原住民學習 那原住民也 多跟這個 融入漢人社會 我相信這個最重要 除了體育以外 藝術、魅力、文化 大家要互相注重 然後互相親 OK 好 回去享受我的美食 明哥現在在我們 魚老 這個 自行車鐵馬的一個 很特殊的路線 昨天上山的時候 我就發現到這個 幾乎等於是一個 小屋嶺的概念 那現在下山的途中呢 我看到了這個 魚老鐵馬意在 也是我們的派出所 特別下來一下 那重點是呢 這邊呢 有很 來到這裡一定要吃的臭豆腐 好 好 這是我的臭豆腐 可以看一下 臭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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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泡菜 真的好吃 你也包包咧 這個臭豆腐不錯 好 我回去要把 我康山小獵衣商 我的新的LOPO 跟哥阿扣 我們來拍一下 小黑 小黑來 叫他小黑 小黑 小黑 小黑來 小黑來 我剛才給他吃香腸 他就會過來 小黑 這邊是 上廁所幾塊錢 十 十塊錢 你幾歲 六歲 六歲喔 你長得好漂亮喔 你每天都在這裡嗎 每天都在這裡嗎 沒有 只有在這邊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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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六個歲還沒有上學嗎 喔 好 拜拜 我們要回家了 拜拜 拜拜 好可愛 小心 小心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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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我們到南山部落 南山部落 這個 一個 原住民的小男生 五官輪廓 好明顯 好像這個 外國人一樣 他也是在賣馬告香腸 我們也去捧場 結果我那一集就是追雪 我那集追雪的那個影片 結果這個小朋友 很多人到山上去 專程到南山部落 在南山加油站對面 去看那個小男生 那小男生真的長得很帥 剛才那小妹妹 這個 我把它錄了一下 這個 大家可以看 山上的小孩子 很純樸 很天真 剛才你看他在馬路上打籃球 整個籃 馬路都是他籃球場 然後這個小朋友呢 坐在那邊 你看他很自然 跟他聊天很大方 所以台灣的原住民 是我非常喜歡的原因 就是說 很天真很自然 一點都不錯做 那 有機會到山上 我都喜歡跟他們聊聊 當然畫面 沒辦法呈現這麼多 但是每次跟他們 在每一個環節上面 聊天過程中 就很開心 在山上 大自然上面的小孩子 天真 活潑自然 不做作 真的是 上帝的部落 山上的孩子 都是人間仙境 大家可以多出來走走 OK